台鐵電電車在高架鐵軌上緩緩通過 走近一看車體外觀全是滿滿的可愛動物 車廂裡只有石虎和草蕭望著窗外 就像走進童話森林 療癒人心 這次林務局和台鐵打造的里山動物列車 行駛在基隆到嘉義的西部幹線 讓乘客體驗里山生態 55%的保育類野生動物 是棲息在海拔1000公尺以下的 我們講淺山也就是里山的環境 能夠用生態造林 或者是讓這些農業生產轉型成 比較友善的方式 讓它形成一個無形的網絡 全台有將近6成的野生動植物 棲息在中央山脈海拔1000公尺以下 近年來因為人為過度開發 破壞里山動物的生態環境 為了喚起民眾對保育的重視 台鐵把去年的里山動物列車再升級 以四種生態系彩繪巴結車廂 集結一百多種本土原生的里山動物 讓搭火車還兼具教育功能 生態教育就是這個樣子 它要透過從小到大生活的體驗 那如果能夠結合我們的鐵路的旅遊 做生態觀光 哇那真是太美好了 生態觀光是近期相當熱門的旅遊方式 國內跨部門合作推出彩繪列車 需要民眾在搭火車欣賞窗外風景的同時 也別忘了自己也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看看車廂裡可愛的動物們 也要為他們的生存環境盡以奮力 台報達台北書的新聞 邱世民參謀報導